歡迎來到甄莉佛的小宇宙 嗨 我是甄莉佛 我們今天有特別來賓 沒錯 我們上次有介紹一個隱藏美食 興趣可以在上面連結看 就是三重的很好吃可以吃的美食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話 一樣是兩道菜 如果細節有興趣看仔細一點 可以到上一個連結看 然後這個的話 我們第一樣是要介紹紅燒肉 沒錯 超好吃的高搭魚紅燒肉 這可以做你們的連菜喔 然後它可以冷凍起來 然後要用再加工 然後再來就是豬肉捲 哇 真的很棒咧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兩樣 平價五星級年菜 那這次的話老闆娘親自來 我剛好想說請教她 因為她這個很適合半年菜對不對 對對對 年菜就是紅燒肉或是豬肉捲 你如果要半年菜你可以跟老闆預定 那我想說老闆娘來剛好可以問 這個的話要怎麼加熱 如果買回去一定是不可馬上吃嘛 對對對 然後如果我冰到冷凍 我現在前提是 我會先冷凍以後 這樣怎麼做 對啊 你這個冷凍 你就拿出來退冰之後 退冰 退冰之後 然後用一些油在鍋裡 退冰是冷藏退冰還是 然後用一些油在鍋裡 不用再冷藏 鍋子放油來 然後把它稍微煮一下 放下去 把它翻整個 好 這樣煮熱 然後 然後 輕輕到小 小一點 小一點 大概大概三分鐘 翻在上面 然後翻三分鐘 之後 更大 大一點 再把它收起來 這樣就不會發油 也會把它收起來 好吃 那個豬肉圈是這樣嗎 是是是 一樣的處理方式 你把它切一下 旁邊放一些小黃瓜 對 醃製的小黃瓜 那也是我自己做的 還有特製醬 都可以一起吃 這樣啦 這樣啦 這樣拿起來 切起來 請人家都很好看 因為我這次會推薦這個的話 年節快到了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吃一些不一樣的年菜 而且這個是非常好吃 小時候的味道是到現在 古早味真的很好吃 而且價格也不貴 這一份才50 然後這一條也是50塊而已 真的是同版料理就買得到 是不是要事先跟你預定 預定是事先要講 如果 因為它們都是純手工 不是說有什麼防腐劑什麼沒有 要先講才有 因為這個 這些都要煮 要再做這個處理 這樣啊 都現做的啦 都現做的 對對對 它都要有一些時間 需要去醃製的時間 然後才有 讓你知道你們現在吃的成品 老闆娘很熱心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隨時去問它沒關係 那所以 我們希望今天的分享你們會喜歡 那可以的話 可以到老闆娘那邊 可以跟她預訂喔 那如果你們還有更不錯的 評價五星級美食 可以在歡迎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記得 追蹤我們IG 訂閱我們FB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按小鈴鐺 我是沈妮佛 下一集的介紹會更精彩 掰掰 掰掰